新聞學期先來看到高雄市三民區 曾有一個十六歲少年假 他騎不允許的電動車 經過路口的時候 沒有停下來扭人生過 嚴謹就去撞到在過車路的孩子 雙方都擺倒到胸 鄉人路況團隊就表示 因為洗車的電動車 不允許的十四歲以上就可以騎 學校應該要整個安全加速的上官確定 而且也讓這個路口 應該要設定過路人 專用的車房上和車分開走 路口到显靈的學期 同時轉車上 路邊一座客信準備過路 一台島外的供應 美形電動車刷不停留 差一點點撞到過路的客信 雙雙拔倒 雙方都分配有輕鬆 俗話在車廁 高雄大衝一路到正前路口 十六歲的少年 雖然是騎不用介紹的美形電動車 但警方表示 不停留輕鬆還是違法 美形電動車因為輕便 而且法令規定 十四歲以上不用介紹就可以騎 有不會很合適的使用 雙雲露館團體 煩惱加重到後方 是不是有提供 合適安全加速的教育 在學校段 應該有一個專門的課程 來上一些駕駛的教育 我讓這些學生 在騎車的時候 可以安全的上路 然後才不會發生這種 沒有去停讓行人 導致血統 受傷跌倒的狀況 雙雲露館團體任務 騎臺灣的家教 也很簡單 要用心停留的習慣 要從柯到柯巴關 好好到柔頂做起 另外 尖對較好發生 沒有停留 適合的路口 何時 也要設定行人 早期時上 讓客機車 比較好 發覺行人在過路 來停留 記者談判有臉教館 高雄報道